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楼市的库存目前去的差不多了 我们先不要看那些个别的城市 从全局来看的话 你看17年整个三四线城市因为蓬改推动了多少销售呢 1.8亿平米的商品房 那么整年商品房销售17% 到了18年三四线城市的库存 现在很多不到一年就十几个月的 那库存去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蓬改的动力现在不足了 第二个什么呢 一个城市化绿的问题 我们先不说这个大城市 就说三线及以下城市 其实14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大量的三四线城市 人口城镇化率是不到30%的 大家想不到这个数吧 但是呢通过这么几年的努力 到了2017年已经达到42%了 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农民啊 或者这个蓬改区的人啊 进城了住上楼房了 那这个里面蓬改确实共不可没 可理想都已经过了半了 你要再想那么大规模的发展那么快的话 咱们没有那么多人了嘛 是不是 所以第二个 蓬改的这个动力啊不足了 要减速了 第三个什么呢 没钱了呗 大家想一想蓬改是要花钱的呀 不管中央政府拨多少钱都不够 地方政府要发债呀 现在地方政府发债多难 对吧 地方的这些什么城投公司啊 这呢之类的 一个街一个的爆雷 连青海省城投 现在大家都在跟他这吊账呢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确实没有钱了 给大家说一个数啊 如果现在啊 我们给你货币化蓬改 和给你点实物性蓬改 那这样能差多少吗 货币化蓬改的这个成本 已经到了给你分房的实物蓬改 这种成本的160%了 那大家既然都没钱了 那肯定就 就控制一下呗 对吧 那大家不能再那么花钱了呗 所以整个这个蓬改就下来了 欢迎关注金融民工 及胖子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 搜索金融民工及胖子 点击头像 哎 就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跟胖子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 就可以观看了 感谢观看